HELLO 大家好,歡迎收看 Flash Android Arraymar 今天為大家看新手機評測,會是 Samsung Galaxy Note 4 SLT 銀色版 手機非常獨特,無論是正面面板或背蓋都是銀色的機身設計 配合金屬邊框,令手機的質感更加金屬更加高階 另外就是預載 Android 5.0.1 系統 大家無需再等升級,即時使用到最新系統 效能更加高,更加流暢 細小情況如何,事不宜遲,馬帥片跟大家做評測 馬上回到開箱,大家看到面前有 Galaxy Note 4 SLT 的銀色版本包裝盒 先看看規格配置,重點是升級版 Note 4 原生已經是 Android 5.0.1 系統 不需要再等升級 兩個手機搭載 Exynos 5433 巴拿心處理器 最高時脈 1.9GHz RAM 方面 3GB RAM, 32GB 內存 支援大家插 Micro SD 卡 另外手機螢幕是 5.7 吋 QHD 2K 螢幕 用 Super AMOLED 質料 相機方面 1600 萬像素主鏡頭 支援光學防手震 前置鏡頭 370 萬像素廣角鏡 包裝盒,大家看到 Galaxy Note 4 的手機本體 這次用到銀色,非常獨特 大家看到方正設計 是仿皮的機背機殼 稍後會和大家詳細看看手機外觀 實際操作體驗等等 再看看包裝盒其他細節部份 這次韓版的手機支援一電一充 大家看到有一個Micro USB 線 另外有一個充電座 還有手機也有在裡面 當然還有說明書一份 說回外觀設計 Galaxy Note 4 同樣用方正機身設計 另外金屬邊框當然不少 但這次銀色的機身 大家看到正面的面板 它的紋理比其他顏色的Note 4 更明顯 另外大家可能會想到銀色的Galaxy Note 4 會否用紋皮的設計 會有個怪怪的感覺 我暫時不覺得 因為如果大家在影片看到 其實Note 4 的銀色 就不像Galaxy Alpha 那麼銀色 反而是比較接近灰白色 偏向灰白沉實一點的銀色 就不會過於浮誇 有種太過亮的感覺 就不配搭這個紋皮 所以不需要擔心這方面的問題 另外看看機身側面 同樣用金屬邊框設計 但簡直一提 因為這次Note 4 大家會知道 金屬邊框會跟手機的顏色做噴漆 所以這次銀色的金屬邊框配銀色的機身 令到金屬感更加強烈 說到我上手的整體手感 自己覺得手機比較大 還有方正的設計 都不理會大家做單手操作 用兩隻手比較穩妥 另外因為螢幕5.7 吋 有支S Pen 其實自己很喜歡這個操作 所以單手操作不太重要 另外一定要說 因為手機正面 用到銀色的 panel 邊框的金屬也是用到銀色的噴漆 以及背蓋也是用到銀色的設計 令到整個手機的金屬感非常強烈 加上方正的設計 金屬邊框拿上手 都很紮實的感覺 很穩陣的感覺 都很喜歡這個手機 包括它的細節位 早前也說過 Panel 有一些暗紋的設計 令到手機的質感非常高階 再說開Galaxy Note 4 一定有獨特的優點 例如有支S Pen 大家可以做一些書寫 或者日常操作 觸控鍵都可以做到操作 都非常方便 大家抽出S Pen 之後 懸罰在螢幕的任何位置 按一下按鍵 已經可以開到Air Command的Windows 到時大家可以選擇Action Memo Smart Select Image Clip 等等 Screen Write 等等 Screen Capture 再到上面寫 另外要說的是 Galaxy Note 4 大家可以看到 Quad HD 2K 螢幕有5.7吋 大家會知道2015年上半年的旗艦手機 主要都是用到 5.1 吋、5.2 吋的主流型的螢幕 大螢幕就是Note 4 系列 另外值得一提 Note 4 因為它可以做到 3220mAh 的大容量電池 以及它支援換電 所以大家不需要經常帶著尿袋 出街充電 以及因為拆開背蓋換了電 大家可以插Micro SD 卡 令到32GB 不夠用 大家再插卡用都可以 另外升級版 Note 4 SLTE 原生已經搭載 Android 5.0.1 系統 大家不需要等升級 已經用到 Lollipop 的新系統 包括它有 Material Design 介面 以及流暢度也有明顯提升 只要是跑分和實際速度體驗 大家可以去另一條 SLTE Note 4 的深入評測報告 今次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 Galaxy Note 4 銀色版本 有任何想更深入了解的地方 歡迎在下面留言發問和提出 另外最後特別名借 Moji Digital 提供相關手機用作評測之用 到時如果大家上賣韓國手機 記得支持 Moji Digital 還有最後也歡迎大家訂閱和訂閱我的 YouTube 頻道 就可以得到更多手機即時資訊和手機教學 現在分享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